好 今天继续工作汇报啊 并不是讲进化论啊 只是做一期预告 那么我跟那个思科服务社区约好了 那么第18期进化论 net devops 202版 然后呢 在下周 下周三 下周三呢 应该是22号 那么顺便预告一下 我的这个新语轮的python的课呢 25号上课 啊 来说一下今天的任务 今天基本上把这个 实验都做完了 ppt 呢 当然没写 但是进化论的 ppt 呢 也 也两下就写完了啊 那个我在我在上课之前 下周三之前写就可以了 呃 那么重新的今天我把send做了 图也给导画了 那么 net devops 呢 就是说 相当于现在就是配网络设备呢 就是码代码啊 码完代码之后呢 提交 那么 然后 自动化的 就帮你做了 呃 然后呢 有一个生产环境 有一个开发环境 我做了两套 有两个这个 nso 的 时刻的 nso 的控制器 呃 然后呢 有说呢 先是先打一板到这儿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用这个 这个 p y e t s 呢 来做个测试 呃 用这个控制器来打配置 那么 用 rest conf 呃 去打控制器 控制器呢 去找这个设备金配 同样之后呢 有 p y e t s 呢 来做测试 如果测试没问题的话 然后呢 再去把这一板发到这个生产这个分支 然后呢 由 在这儿呢 呃 来部署 然后呢 同样呢 生产部署了之后呢 也会 用 p y e t s 来做一个测试 也就是说呢 呃 有有一个测试环境 然后呢 有测 也要 呃 打配置呢 也要去确认 然后呢 要去做测试 然后呢 呃 去通过审批之后呢 会打到这个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呢 也会在做测试 基本上就这个效果 好吧 那么可以简单先看一下效果 当然呢 具体的可以到下周的 来看看 当然呢 呃 这次呢 我应该会做的 做到我的政客里面去讲 这一次 那么上一次呢 版本呢 上一次这个版本呢 应该说这个代码写的是比较菜的啊 这一次呢 呃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啊 那么把代码呢 重新革新了一下 所有代码的都做好了注释 而且这个实验台呢 也准备开放给我的 Python学员 可以上来看看我们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可以给大家一个启发 就是未来我们的网络设备应该怎么配置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个今天呢 今天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画了图 然后呢 呃 把这个代码都捋顺了啊 优化了 实验台呢 都做好了 好吧 那么可以简单看一下效果吧 我们就就简单露一下效果啊 现在呢 这个 这个 Ci 先是Ci 测试环境啊 Ci这个测试环境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这个Ci是测试环境啊 那么先看一下他的这个 呃 现在就是就是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 接口也没有 然后呢 路由也没有 就我就做两个东西 就配一个接口 然后配一个OSBF 其实也就是这么点事啊 咋也没有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 比如说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 我们要拍啥呢 我们先就配什么呢 先黄卫口1不做啊 那么就配这个 呃 他的这个生产网络的这个 网络的 接口 还有这个管理口 还有黄卫口0可以看一下图啊 就基本上就是配 配一下这个接口和这个接口 然后呢 在这个接口里面跑OSBF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设计 啊 黄卫口这个 黄卫口1呢 先不做啊 一会儿我再 我再配 啊 黄卫口1呢 也先不要宣告 啊 先不要宣告 啊 同样的 上面的黄卫口1 黄卫口1不要 黄卫口1不要 呃 然后呢 网络呢 也不要宣告 好 那就这一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没有啥问题 好 我们就把这一板就打上去了 呃 而且呢 我这个PYATS呢 留了一个这个测试的一个快照 也就是说呢 就是这种环境啊 就是 呃 一个黄卫口0 然后呢 OSBF 配置 就这种场景的一个 标准的这么一个网络状况 那么我会修 路由 然后呢 修邻居 呃 然后呢 我们会来比较这个状态 跟跟我保存那个状态是不是一样的 就说用这种PYATS 来自动帮你做测试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一板 啊 这个这个还是很快的啊 这个做认证组 添加设备 呃 然后同步 设备 然后开始配置 这个配置应该也是比较快 呃 我这次做的比较讲究一些 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配置之前 啊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之前的一个 接口状态 啊 然后呢 可以看到配置 配置了之后 的一个接口状态 啊 配置之后 配置之后 明显的黄卫口配了啊 明显的黄卫口配了啊 然后路由也是 路由也是 也给他配了啊 之前是没有的啊 之后呢 你看 也能够看得到 好 呃 然后看一下效果 这个应该也就配上去了 我们的 CI CI BI 用这个 REST COMPF 来做的 用样数据模型来做的 这个就做了啊 呃 然后呢 我们不用秀啊 呃 我们自动会帮你查 比你手工去查靠谱的多 好 这个最后一个 PY UTS 来帮我们 帮我们做测试 啊 测的结果呢 都是没有问题 就是跟我们 做的快套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问题 啊 不管是这个邻居 是一模一样的啊 呃 然后呢 这个 路由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OK 而且呢 其实会帮我们 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遗产啊 你可以具体看看 你可以具体看看 啊 可以看一下它的路由 啊 是一样的啊 你看这个路由 学到一条路由 这边呢 也学到一条路由啊 你可以看啊 当然了 既然是一样的 你就不用看了 肯定是一毛一样的 一点毛没有啊 啊 那这就是标准的快套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现在呢 我们有 呃 我们 这样 我们就可以再 呃 再添加一个 比如说 我们再添加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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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卫口 好 我们再添加一个网络宣告 我要在这儿再来 添加一个 环卫口 再添加一个网络宣告 好 我们再走 觉得未来呢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 趋势就是说 这就叫基础架构构构代码 然后呢 这叫 devops 基本上呢 就你骂台码就得了 然后呢 你就提交 提交了之后呢 这个系统呢 会众帮里去把这些东西给你打上去 而且用到了一个开源的 而且用到了一个开源的控制器 稍等会儿 我们再打一板 看下这个效果 啊 看下这板的效果啊 好 这次呢 你会发现 我们的 pyts 呢 都会帮我们测 然后这一板呢 发现 我们的网络就有点不一样了 那么邻居呢 应该还是一样的 邻居应该是这个邻居 但是呢 可能这个路由就有点不一样 然后呢 他就立即能够帮我们找到 然而不一样啊 好 这边配完了 然后呢 看看这个 这个就能帮我们看 到底是哪不一样 邻居应该还是那个邻居 应该问题不大 好 这是在分析 这时候分析邻居是一样的啊 邻居是一样的 就是邻居 那你只是 宣告了一个新的网段嘛 邻居还是没有变化的啊 但是呢 他会发现 他会发现那个路由有变化 他会把 变化写到这个文件 写到这个文件里面 而且这个文件没有配方了 你下载一下 下载一下看看 来看一下啊 立即能看到啊 你看这个路由就多了这条路由 是吧 这边也是 也看了多了这条路由 立即就能帮你分析这个 打了一个新的版跟老的一版 在路由上面 从邻居上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好 如果他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说那我就 这是 一直在测试环境呢 我们可以走一把生产环境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ci的这个分支给他提交到cd上面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有个title 然后呢 你可以对你这次做个描述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找你领导去 审批一下 让领导看看到你 到底行不行 好 你可以让领导看看 好 这个时候呢 领导呢 领导 比如说 当然我也是领导 这个时候领导 因为 耳的命嘛 我就惹着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这看到这个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啊 这些相应的 这些每一个版本的变化 他都给你 每一个版本的变化 但是这是第1次提交 所以说可能会有点多 后面就会少一些 好 你能够看到每一个的相应的这些变化都能看得到这儿啊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这看到这个上次我们的这个 这个 Pipeline的一个执行结果 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说 那你领导看看嘛 领导看说 那么这个领导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路由呢 确实多了几条 好 然后呢 领导呢 也可以下载 领导也会发现啊 其实这两条呢 就是因为你的配置造成的 领导觉得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好 领导呢 觉得 看一下 好 领导看了配置变化 领导看了Pipeline也没有问题 领导给你点赞 领导觉得好 然后呢 领导呢 就可以 给你 整批过了 领导给你合并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就帮你发布到了这个 CD上面去 帮你发到CD上面去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走CD的这一块的Pipeline 可以看一下 现在CD这一块应该 现在还没来 应该现在还没有这么快 应该没有这么快 这边呢 应该是没有配置的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配置呢 就开始往这个CD上面走 这么快吗 没有啊 两分钟前 不应该 发不到伸展啊 可能是一样的 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我重新再改一个 我再重新再 打一个新版 创建在两分钟前 两分钟前 两分钟前 Pipeline 三分钟前 这个应该不是 还没来 呃 我弄Pipeline吧 直接说弄这个CD的 因为合并过去了 好 这重新来了啊 重新手动计划来讲 就相当于就是 领导可以审批一下 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你就只需要去 做代码就可以了 好 这就开始再配 好 这就开始再配 这应该也是能够看到 因为它的备份呢 是一个标准的那个快照 当然每次都会留下新的快照 你也可以 你觉得新的快照好的话 你可以把新的快照达到这个 这个你的项目里面去呢 就以新的快照为准 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 哎 邻居是一样的 是吧 路由呢 它有点小区别 你可以看一下 应该就是多了两流路由 多了这个路由 没问题啊 这个CI这边呢 这个生产环境呢 也就被配置了 生产环境 cd cd 环境啊 OK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这就配了啊 我也有了 基本上呢 这就是 上次呢 把这个效果做的挺好的 但代码呢 存在一些问题 再次呢 把代码重新给捋了捋 基本上 未来呢 我就想展示一下 未来基本上就是说 你在这就跟开发差不多嘛 对吧 就是 你就做开发 然后呢 把这些 数据给码好 然后呢 你提交 然后呢 有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呢 有领导的审批 领导帮你确认 确认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 打到生产上面去 仪器合成 那么基本上你不需要去接触什么网络设备 也不需要去敲什么命令 基本上把这些闹迷卖了也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的任务 我今天也算是提前完成任务啊 那么未来呢 可能我会准备我的tcpip的课程呢 可能就不需要每天给大家来汇报进度了 当然如果说有什么好的东西 我也给大家结个图 给大家汇报一下 好吧 点到这啊 变成游着 变成游着